哈喽 麦克 婷姐好 介绍的下午好 今天带你们来到Mudiarini这个区 我们来看的就是我身后这一间 在哪里?在Mudiarini少有的free hall区 Rini Home 2 今天来看的是Rini Home 2的角头单位 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间角头单位 它对面是面对着我们这一边的公园的 所以这边风非常大 你可以看到婷姐的头发都是一直被吹的 我们这一间带你来参观的角头 双层排屋是22x70 旁边还有20车地 对面没有对到这个 房子有公园所以风非常的凉爽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是东南方向的大门 我们大门是东南方向 地是在西南方向 这边除了是永久地气Mudiarini 还是保安围里区 车房的话你可以看到 车房停两辆车肯定不是问题的 在这边 如果要停三辆车的话 旁边的这个草地 你跟它铺掉Moset 可能改一改 还是可以停到三辆车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是下午的时间 风非常的凉爽在这边 看我头发一直吹 这个草也一直被吹动 后面这一边的话 你可以看到旁边都是20车的空地 然后我们这一间呢 它是属于四房四侧的 四间房间四间厕所 卖价是多少钱 这一间的话 Unblock View 对面没有面对到屋子的双层 脚头屋是卖880千 OK 880千 然后也可以看到我们进来的 进来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客厅 这一间22 屋身是22层气质 所以客厅的话其实蛮宽敞的哈 这一边你可以摆你的 那个3加2的沙发 然后放电视机在这一边 侧边这一边哈 哇 Sinding都打开来 这个风哈 一直都是往我们这个客厅 饭厅这边吹进来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空间 你要拿来做饭厅的话 这边空间感是非常大的 麦格说后面还有一个饭厅空间 其实放厅坐这边比较适合 这边是拿来做我们的干厨房的部分 OK 这一边的朋友可以做干厨房 你可以看到 这一边你可以在上面 做满满的壁厨 然后垫冰箱啊 摆在这一边 然后这一边做我们的干厨房 这一边L型的这一边呢 你就可以拿来做私厨房 炒菜啊 还是切菜啊 洗碗啊都在这一边 你可以看这个单位 因为他后面已经没有留空地了的哈 是做到完到尾去了的 啊 后面这一边的话 哎 锁着了 后面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空间 而已 我们楼下的话 你可以看到楼下这一边的厕所 拍给大家看啊 这个是楼下楼下的厕所 我们楼下的访客 还有我们楼下这一间 长辈房的话 共用的厕所 来我们来看哈 进来这边 你可以看到 这间长辈房 在门口这边看进来 四四方方的 OK 采光也相当好 因为它是脚头物 OK脚头单位 这边摆一张 King size还是Queen size的床 再放一个大仪厨在旁边 绝对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楼下这一边呢 哦楼下这一边还有一间厕所 所以楼下是两间厕所的 外面一间大家共用的 然后长辈有自己的独立的这个厕所的 哎 非常好哦 这样子长辈 晚上可能想要上厕所 也不需要特地走出来危险嘛 对吗 可能暗暗啊要开灯很麻烦 所以自己房间里面就有洗手间的 再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间单位 它的这个楼梯口的这个宽度 其实也是蛮阔一下的哈 我们带你上去看一下哈 这一间22层70 旁边有20扯地的一间哈 双层脚头屋 然后没有面对着我们物质的 一上来这一边你可以看到哈 上面这一边的小厅 哎啊 也没有很小啦 长方形的一个空间 你可以在这边放一张小沙发 或者放书桌 就是这个空间 它的侧边哈 小客厅的侧边 还有一个玻璃的小阳台 要出去透透风透透气都可以的 再来我们看一下楼上哈 楼上这边是三间房间 主人房一间 跟我们两间的这个客房 OK 哦我们这一间的话 它是楼下一间房 楼下楼上三间房 楼下两间厕所楼上三间厕所的 每一间的这个每一间的房间都有自己独立的卫生间 哎非常好的一个设计哦 你可以看到它的房间 你可以放你的床到这边吗 对吗 双人床可以摆到来这一边 然后前面这个非常宽敞的地方 看你要把衣橱在这一边 还可以把梳妆台 跟你的这个书桌 肯定没有问题的 这一间房间的空间感 可以讲哦 哎真的很大间啊 这一间 这一间非常的实用 而且你看它的天花板的高度也很够的 然后我们楼上哈 每一间房自己的厕所都可以做到干湿分离的 你可以放个玉莲 可以放个小锅里 顶出来一点点都可以的哈 每一间厕所都在各自的房间都是有的耶 哎非常好的设计 再来我们看隔壁这间客房啊 这一间客房就是比较正方的看到吗 四四方方的一间房间 放床啊 放衣橱啊 你自己看要怎样摆设 这种方方正正跟隔壁的也是方方正正的 就很好给你去摆设你的家事 而且哦 角头屋的最大卖点就是哇 每一间每一间我们的房间 外面的采光都非常非常好 你可以看到我们对面邻居 啊对面邻居的话哈 做了非常多的扩建改建 非常的漂亮哦 所以如果你自己住进来也可以做这些改建 来我们这一间可以看到厕所是一样大间的哈 每一间都是一样大的去酒人房看 哎呦在线上的朋友今天听解 带你来到是在Mudiararini Rini Home 2这边哈 你可以知道哈 如果熟悉Mudiararini的朋友就知道Mudiararini 其实基本上哈多数啦 70%左右的房子都是List Hall 991年 今天带你来看的是少数的这个哈 Free Hall永久地气的屋子 而且还是有20扯地的一个角头 对面哈还面对着草地哦 我们来到主人房了你可以看到 哦这个主人房非常之够用 而且很亮 这一间主人房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一间单位哈 是连这个风扇跟灯都还没有装过的哈 可以讲是全新二手单位 这一边你要拿来哈 放一个大衣橱啊 你要摆大衣橱也可以 这个地方放你的床 左右两边有采光 这一边可以挂一个大电视 然后还可以放一个按摩椅在旁边 然后你可以看到对面这边的采光哈 一整个都是非常漂亮的 再来哈 这个地方咧你可以做梳妆台 OK想要做梳妆台也可以 如果拿来做衣橱也不是不可以 可能就没有这么大啊 我觉得你可以这边做梳妆台 走进来这一边就是我们主人房的这个领域间 主人房的领域间它的壁砖就是上到顶去的 你可以看到这边你可以哈 加一片玻璃再做一个开关式的玻璃门 也是非常的好用的 可以防止冲凉的时候那个水啊 见到那个马桶盖上面全部都是哦 最怕这个的最好是可以做一个干湿分离的设计 然后你可以看到哈 我们这边房子的大门方向是向东南方向的哈 东南方向的前面有一个小阳台设计 屋子的对面哈 OK也给大家知道一下我们这间屋子的前面隔了蛮长一段的距离哈 有一间小小小小小OK小店房在对面 如果是不介意的朋友喜欢对面是哈 没有面对到人家哎不用担心停车给人家邻居投诉 对不对 OK然后也是公园小朋友嘿 走去对面就可以去玩闹了 而且看到吗 头发风非常的大啊 喜欢这样一个感觉的朋友哈 又喜欢这种楼上每一间房有厕所楼下长辈房也有 四房五厕的朋友哈 这一间真的非常适合你哈 因为他屋室很宽二十二层七十再加二十层地总共是四十二层七十 然后我们四间房间五间厕所哈 这一边也是少有Mudia Rene的永久地气 OK Rene Home 2这一边 大门东南方向我们的地是向西南的哈 然后这边的屋林呢也非常年轻 OK屋林大概只是麦哥大概五六年左右对吗 六年对六年左右的屋林而已 非常年轻的一些屋子哈 每个月的保安威力呢是九十块钱左右 OK一百块左右了 我们讲一百块左右的这个保安威力费 卖一家是多少钱 卖一家是非常好遇到八百八十千 OK 这里还有这个哈 周边有道文华销啊 国光华销啊 普世华销啊 Mudia Rene属于一个成熟区 三分钟可以到Mudia Rene的Tesco 就是在转出去转左就是Tesco了 还有我们的Mudia Rene商圈 那边非常方便的买东西吃东西 我们的诊所 Pharmacy 五金店全部都在那边 八分钟的车程 你就可以到我们的皇后 那一个方向 拉扎打下去了 十二分钟可以到Bukitinda的Aeon 也可以到我们Eco Botanic 只是十二分钟 如果是要去新加坡工作的朋友 这一边Mudia Rene去我们的Second Link的Highway Entry 路口的话 十四分钟就可以到了的 往Sutramo五福城那边也是十四分钟的车程 有兴趣的朋友 快点联系 卖歌听起来好介绍 安排来看房 千载难封的好房子 OK 记得离开的时候先点赞 关注给婷姐一个like才离开 新山的屋主要卖物质 记得联系我们 我们下次直播再见 拜拜